今天是由我們小美傾銷大使代表台灣政府跟美國正式的簽署了第一個階段的台美貿易協定 剛才在簽約的過程當中方方都表示對這個協定的期望 今天這個簽署是有關整個一個協定裡面的五個議題 後面還有七個議題 當然七個議題同時要談判負擔也會過重一點 所以我們大概會選擇其中的三個議題先開始來處理 那這三個議題比較有可能的是環保 那現在還有農業的議題可能都會先處理 不過我還在跟美方確認 這個只是我們初步的一個規劃 這個協定的重要性在於說它建立一個很強的一個基礎 那所以各位看到這個協定啊 它是一個非常完整的協定 它跟國際上的所有協定都完全相同的結構 那有了這個結構啊 以後將來我們跟美國之間如果有任何問題 我們就可以依據這個結構來簽協定 那雙方是一個對等的 那簽的協定對彼此政府都有效力 好 大家都必須遵守